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我们聊一下胡锡进最近的这个叼盘方向啊 因为他最近啊有关国家清零这个啊 他的叼盘方向呢突然有所改变 所以啊很多网友认为啊这个胡锡进是不是反了 就是提出这样的疑问 包括在国内很多这个网络大卫啊 都是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说胡锡进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这个叼盘方向变了 那么我今天为什么把胡锡进拿出来说呢 就是想根据现在这个国家的大形势啊 来说一下这个最能叼盘的胡锡进 为什么现在这个叼盘方向变了 是不是中国的政治风向要变了 这个实际都是一个参交的系数啊 大家都知道啊 这轮的封控呢 就是为了迎接二十大而搞的封控嘛 就是这些官员啊 为了向习近平靠拢 向习主席表忠心 那么他们就忠实的执行了这个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表忠心的方式 那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这个胡锡进呢 突然对这个清零政策呢 发出了疑问 所以这个确实也值得我们去品味 因为胡锡进他叼盘啊 他也不是胡叼的 你像他讲话那么大的尺度 如果真正的哪一个话 没有按照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去说 那么早就把他拿下了 对不对 最起码像司马南那样把他给封禁了 对吧 但是胡锡进为什么没有被封呢 包括他说把佩洛西的专机打下了 而且是搞得那么难看 都没有封他 为什么呢 证明他跟最终的政治实力啊 他还是有紧密联系的 那么现在他这个叼盘下 为什么叼盘的方向变了呢 实际这个也确实值得我们琢磨啊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在24号跟25号啊 发了两篇微博 这两篇微博呢 就是让他这成千万的粉丝啊 感到了这个叼盘方向的不同 那么我们把这个微博看一下 9月24号呢 胡锡进针对这个吴尊友教授 说的这个清零这次啊 他先发了这样一篇微博 他是这样说的 非常亲辈 吴尊友教授和各位专家 诚恳希望他们针对公共最关心的防疫问题 多发表意见 比如一些中小城市一风动则一个多月 这是怎么回事 是否是为了防控疫情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如果疫情持续 是否意味着我们隔断时间 就陷入全国较大范围风控 或半风控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边坚持现有防疫政策 一边提高精准防控的效率 实现低代价防控 基本避免大范围的静态管理 这有可能吗 如果把不搞大范围静态管理作为底线 也不所谓放开 只搞针对性强的防控 这样的中间道路走得通吗 会发生什么 全国实行统一的健康吗 彼此忽认 促进低风险地区的人员流动 这现实吗 障碍是什么呢 等等 这就是胡锡进的发问 他就是对吴尊友这些人啊 就是提出了直接的疑问 就是你们要说明白 这个疫情到底该怎么弄 你这个防控是要长期的吗 还是偶尔的 还是要会怎么样 你给大家讲明白啊 你不能隔三差五的 你就搞大面积的风控 你就搞这个静态管理 所以胡锡进的这篇微博啊 就是直指吴尊友这些 所谓的清零败的 然后我们再看啊 他先24号呢 发的不过瘾 这个微博呢 讨论的人特别多 然后他25号呢 他又发了一篇微博 他是这样说的 新冠疫情到底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从国外得到大量 他已经弱的 比流感还弱的信息 而且拜登上周刚刚宣布 美国的新冠疫情已经结束 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卫生署官员昨天宣布 举行了最后一次疫情记者会 之前香港宣布取消入境者隔离的规定 他发了一篇这样的微博 这个微博实际还是针对 中国这种清零政策的 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香港 人家的疫情都结束了 这个大陆还在大面积的搞疯狂 对不对 这个发问是发人深思的呀 因为香港是个国际性的都市呀 是在跟世界各地往来 这么最容易感染的一个地区 人家现在已经放开了 这个疫情基本结束了 但是在中国广大的内地呢 对不对 还在搞这种大面积的疯狂 你像新疆那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说好多地方都是兔子不拉屎 对不对 一封给人家封四五十天 那么难道说那个地方的危险 比香港还大吗 对不对 所以胡锡进的这篇文章啊 也是很有力度的 所以他这两篇微博啊 现在在网上呀 有很多的讨论 大多数人呢是看明白了 但是不敢说透 就是按照胡锡进的这个文章就提问 说这个胡锡进老师的微博 到底是一种什么意思呢 请大家来解释解释 然后有的大卫底下那个网友呀 一留言都是几万条 实际这就是一种带风向 底下的人大多数人啊 都会希望这个疫情啊 赶紧结束 要做的跟国际上一样嘛 对不对 难道说全世界七十亿人 只有中国这十几亿人特殊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到现在啊 已经是明面上的事情了 只有那些个别啊 特别糊涂的人看不清楚 大多数人都看清楚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一个政治疫情啊 党需要他什么时候玩 那么他什么时候玩 但是党有人发工资呀 有人给他们搞这些特供食品呀 对不对 那么这些韭菜呢 不但没人发工资 而且吃饭都成问题 所以这个矛盾怎么样去解决呢 所以啊 人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我们不要看到一个点 我们要把它放眼全国去看 当这个矛盾不可调和到一定的时候 它就会出问题的 你看这个伊朗 假如说这次伊朗垮台了 那么他的起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一块头巾嘛 对不对 那么假如说有一天习近平被搞下台了 然后这个共产党的江山也丢了 那么起因是啥呢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棉签吗 对不对 所以天下这个事啊 不要说哪些狂人 就能把它全部左右了 这个老天自由安排 好吧 有关胡锡进这个呢 就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